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中世尘度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新子之父》第24集 这集阿Kin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很多时候我会见到一些客人 有些客人都会来自不同的宗教信仰 有佛教 有基督教和天主教 当有很多时 我们见到客人 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宗教 我们有时 他们都会有一些 譬如道教 他们就需要拿个护身符 天主教的 当然他们也有个rosary 而我们基督教的 不论是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不同的派别 但是我们都会引用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有一件事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对我们非常有用 不管你相信任何宗教 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 一篇诗文 一篇诗篇 那内容就是 例如我们工作上 我们会在公司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办公室政治 又或者我们面对着客户 我们又会有很多 即他们又会有些客户很难去serve 他们 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很多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些我们会视之为敌人 有些我们会视之为朋友 有些我们只视之为一个工作上 或者生意上 只是一个往来的一个partners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一定会有时会遇到挫折 当我们遇到挫折 我们很无耐的时候 那我今天就想介绍这首诗篇给大家 是非常之有用 大家都不妨 不论你是信了主的 或者是未信主的 或者是来自其他宗教的 背景的 都希望你会觉得内容是可以帮到你 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去查 引用一篇诗经文的 那经文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件事 圣经 你们圣经不是说被刮了 就是神不是说被刮了左边面 左边刮右边的嘛 那为什么你会有攻击的呢 那没错 在圣经里面 不是每一步都是一路忍 一路包容 包容 或者为对方 为我们的敌人去祷告 如果我们的敌人去伤害我们 又或者我们的敌人去 不停地去 撤一些陷阱来给我们踩 当然 我们大家都是罪人 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批评另一个人 另一个罪人 在罪里面也都没有分为轻重的 总之罪人就是罪人 我们有罪的就是有罪 那呢 我们就很难去 不可以说就是 请求神去惩罚另一个 OK 这样 但是怎么都好 当一个人做了一些东西 which is 不应该做的话 他怎么都会承受回他的结果 而那个结果呢 就等于有些些类似是佛学的思想里面的 就是因果循环 就是厌碱报也好 或者你们用其他 terms也好 那我们圣经也有的 也有一些就是说 用来保护自己的 也都是去到要反击的状态 但是当然了 我就是不鼓励大家 随便去用这一篇经文 但是圣经里面的确是有一篇这样的经文 记载的 那你们只要打开一本普通的圣经 这本圣经就陪伴我很久了 那就算一本普通的圣经 总之是和合版的 或者怎么样 我拿着一本大圣经 一天阿Kim 年轻大 就是老花 所以变成我需要一本大一点的圣经 我才可以看到 那这里 那这个就是诗篇的第三十五篇的 那他记载了些什么呢 他就这样说 他就说 叶和话 与我相争的 求你与他们相争 与我相战的 求你与他们相战 拿着大小盾牌起来帮助我 抽出窗来 挡住那追赶我的 求你对我的灵魂说 我是拯救你的 愿那沉索我性命的 蒙羞受辱 愿那谋害我的 退后羞愧 愿他们像风前的康 有夜和话的使者去追逐他们 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 有夜和话的使者去追逐他们 或者将讲他们 因为这个师傅版本 因他们无故为我暗切罗网 无故的挂坑 要害我的性命 愿灾祸 忽然降临在他身上 愿他暗切的罗网 纤住自己 愿他落在其中灾祸 我的心 必靠着夜和话 快乐 靠他的救恩 高兴 这个就是诗篇的第35篇 第1节 去到第9节 你看到这里 其实我相信 他的原意 真的不是去攻击一些人 是纯粹 我们不是去到最坏最坏的情况下 我们都不会引用到这一篇 因为这一篇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 我们要明白 这个世界是充满上罪 我们每一天都在罪里面 在那里挣扎着 我们每一天都好像魔鬼 就是好像法学所说的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有魔鬼和天使在去挣扎 抗争 就是在抗战着 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 当我们在决定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走哪一个方向 那很多时候你会说 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一些很伤天害理 或者做出一些令人发指的事 或者做一些少女藏刀 或者是做很多的事 口是心非 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事 其实 圣经里面也都说 人的舌头是最毒的 比毒蛇还要毒 是占了我们的脑里面 其实舌头的确实 控制舌头的部分 是占了我们的脑部 是很大的部分 那为什么人会做到这样的呢 就是因为魔鬼在中间挑背理解 魔鬼不停要令到我们去做坏事 去做很多事情 有时人把握不住 你一把刺不住 就会倒在一边 那就会去做一些 就是说可能会 大家一定会经历过的 有时可能说 一些是true life 一些就是一些谎话 那这些谎话 有时你会觉得是 无关痛痒的 例如 我用个例子 例如说 你看到一位很肥的太太 那她的确是很肥 比如二三八磅 那你见到她 那你为了讨好她 或者怎么样 那你又可能说 肥肥的 肥人有福 那这些其实就已经是一个 就是一个谎话 但是 当然这些 有人视之为 日行一事 但也都 如果说她真心地说 这个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谎话 那 又或者有很多 原因 我们会做很多事情 例如 很多时候我们会大家 互相 同事之间的攻击 为了要 增这个promotion 或者升职 那或者背后 就誤会客人 或者是行家之间 行家与行家之间 或者生意上 或者各方面的 那这些呢 其实我们 我们这篇 《诗经》里面 所攻击的 《怨灾祸忽然降临在他身上》 其实这个不是攻击人 是攻击魔鬼 因为魔鬼不停地去攻击我们 不停地去试探我们 我们期望梅天神 将我们远离魔鬼的试探 而且也都是将 敗坏仇敌的作为 以及捆绑他的作为 以及敗坏他的攻击 各方面去保守我们的心灵 以及我们的性命 所以我们就有到 大家听下去就觉得 为什么圣经会有这样的东西 《怨灾祸忽然降临在他身上》 《怨他暗切的狼网纏着自己》 《怨他落在其中遭灾祸》 这个听下去也很恐怖 其实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我自己的KIM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一 一开始那几句 比如说 《怨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 因为我们敌不过魔鬼 《怨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 拿着大小盾牌起来帮助我 然后就说 抽出窗来挡住 追降我的 还有就是 对我的灵魂说 你舍来拯救我的 其中还有一节 我非常之喜欢的 就是《怨他门的道路又暗又滑》 你想想 有人追着自己 追着自己 就是狂追不舍这样 攻击自己的话 不是受到魔鬼的 那个煽动 又怎会做出这些东西 所以这集呢 希望大家是 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了 我诗篇第二个二十三篇 那篇都非常之漂亮的 大家还记得的就是说 《怨恨说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 他在我的躺在青草地上 带我到可安揭的水边 用自己的名忍我走二路 然后就还有写到非常之美好的 还有就是说 在我的敌人面前 在我的敌人面前 为我摆设盐植 然后就由高热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入 我一生一世 别有慈我恩典 追随着 且已住在耶和华的 念中直到永远 那一篇就比较温暴少少 而且令到人家心灵上 会比较开朗一点 但这一篇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宋副 therapy 因为大家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以前 我记得以前有说 我们有句朔语就屈到病 那现在都做到疯了 那有时呢 在一间公司里面 尤其是大公司 人事架构比较复杂 很多时候大家有利说不清 有很多事情大家心里面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有很多事情压抑 明明是有很多情况都不关自己时 但是自己就被连累 有些俗所说的黑狗偷食 白狗当灾 很多时候这样的情况 那大家如果 现在这一刻 是的确是一个很屈闷 很不开心的情况下 我希望大家可以 rewrite 回这条片 可以引用回刚才的诗篇里面 我相信你不停地讨稿 甚至会听到 也都会对你 就算是心理上 你都会得到一种舒缓 那你会觉得 心情会比较 会佩服 一些 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 不管你们是 信不信 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什么也好 其实一本圣经 其实都挺值得买的 有英文版 有中文版 食权尊便 有小本 有大本 有些昂贵 有些便宜 这些也是封建有人 所以大家可以拿定一本 有空就去看看 尤其是诗篇也很值得看 因为诗篇就是 你当它是一篇诗歌 或者是一篇文 去看 其实跟我们 知诗色彩的 那个系列里面 我们找一些 譬诗 送词 或者不同的诗篇 我们去读下去 都会感受到 作者的那种心境 但是圣经是神的话语 是充满着 power 它每一句说话都很 powerful OK 那 我相信 大家如果是 真的来自从之内心 去抒发这种 这种情怀 很快就会令你心情平复回来 记住一件事 任何的仇恨 就是 无论你怎么去回报 或者好像回力标 你飞出去 飞标 你飞出去 你怎么对人 人家又怎么对你 很多时候 记住一件事 任何的仇恨 只得一个方法 是可以解决 就是用爱 一定要用爱 去融化 所有的仇恨 那希望这集歌 谢谢大家收听 也都希望大家 有所得着 多谢各位 拜拜 耶路华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饿在清草地上 你我再可安揭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根性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二路 我虽然行过死暗的幽局 也不怕遭外 因为 你与我同在 你的象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在我的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现值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日 我一生一世 必有 因为 慈爱 追随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耶和华 凡与我相争的 求你与他们相争 凡与我相争的 求你与他们相争 那只大小的盾牌 起来 帮助我 抽出窗内 挡住那追赶我的 求你对我的灵魂说 我是拯救你的 愿那尋索我生命的 蒙羞羞 愿那谋害我的 退后羞愧 愿他们像封前的康 有耶和华的使者 追逐他们 愿他们的道路 又暗又滑 有耶和华的使者 追赶他们 因他们无故为我 暗切罗网 无故的华坑 要害我的生命 愿灾祸忽然降临在他身上 愿他暗切的罗网 线着自己 愿他落在其中遭害灾祸 我的心 必靠耶和华快乐 靠他的救恩 高兴